演奏著水晶鋼琴 台上深情演出 粉絲更是全場大合唱 看似氣氛超好的演唱會 卻傳出黑粉攻擊事件 十九日歌手林俊傑 在上海舉辦演唱會 卻傳出演出途中 座位區疑似不實 出現雷射光 往藝人臉上打 網友拍到林俊傑臉上 出現不尋常光點 隨後微博上更出現相關截圖 有黑粉表示 買了前排的票 準備雷射筆 想把藝人給照瞎 引起議論 事件還登上熱搜 好好的演唱會變調 有中國歌迷起得大罵 怎麼老有這種事情 為安應該更嚴格一點 也有人直批太惡毒 標籤林俊傑的公司 該把老闆顧好 更因為黑粉留言 出自周杰倫粉絲群組 還出現雙方粉絲隔空交火 事後相關人員表示 林俊傑眼睛沒事 之後會加強查驗 也有人解釋雷射筆光線 會帶有筆直光束 大家看到的可能只是反射光點 縱然黑粉們言論可疑 但粉絲們不用太過擔心 三天新聞 林漢報道